這是HEPA牌封系統的綠文大小 兩個都是H13的等級 HEPA的HEPA H13的大小和EB 厚度 來介紹機身檔的差異 機身檔 12代是新的 是對角線的 垃圾從這邊進去 在這個小的透明杯裡面旋轉 旋轉以後 比較大的垃圾跟灰塵會被甩出來外膛裡面 那比這個縫小的灰塵跟垃圾呢 就會進到這個多孔氣球裡面 然後在這裡做塵封分離 那有一些呢 你這個綠網打開來 它只有一個孔的 它就不是多孔氣球 而是單孔 那多孔的塵封分離率會比較好一點 那惠爾普呢 惠爾普是跟之前的一樣 它是 風跟垃圾從這邊進來 然後呢 比較小的灰塵 再透過這個孔 進到裡面多孔 就是這種打開 這是它的濾網 這是多孔氣球 那所以一些小的灰塵呢 跟有的時候毛髮也不能跑到上面來 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墊一層衛生紙 再把濾網蓋上去 這樣的話濾網就不會那麼容易的炸 這個是MIF濾網 跟Dirty Denver的12代齒一樣的 可以隨洗的 那這個呢 它是跟重跟以前一樣 一個海綿 跟一個高密度的濾網 都是可以隨洗的 整個提升桶都會隨洗 要乾了才可以洗 這個簡單測試 測試的方式 用這樣子 放在吸孔 然後把它抽開 把它吸孔抽開 我們先來看 然後把電池打給我 開始把電池打開 就把電池打開 對手打開 對手打開 然後把電池打開 然後把電池打開 接下來我們開始會 火力氣跟適合 火力氣跟適合 雲起 雲起 然後我們再放我另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再放我另一點 OK 我們可以把電池打開 再來我們可以把電池打開 這是判第15代 接下來我們要開啟 它保護全體 由這個 我跟這次的手機來測 你要幫我做真正的 它手一樣都是80分貝